同学,你还在看吗? 还在看,真的不容易 前面老师讲分子运动和气体压力的公式推导 老师一开始就开宗你,敏意跟你说 这个是有点深度的 但是你能够坚持下来,表示你真的是不容易 你将来可能是我们国家的栋梁 那我们这一节,这一段教学影片里要讲什么呢? 就是要再进一步推导一个更重要的公式结论 就是这个,老师已经先写出来了 就是我们要推导KAV等于三二分之三KT 这个K是新的一个东西 这个叫做波兹曼常数 等一下老师会慢慢推导给你们看 那这个东西很重要,也是五颗星 那老师在之前的这个教学影片里面 前面单元里有讲 这个有两个公式很重要 第一个呢,就是KAV等于二分之一MV平方 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五颗星 第二个很重要的东西公式是这个 PV等于三分之二NKAV 这个也很重要,但是只有一颗星 那我会建议你要记这个东西 还有我们接下来要介绍这个东西 也要稍微记一下 这很重要哦 那你接下来看老师怎么去推导这个东西 不过呢,在推导之前呢 有一个东西呢,要先介绍一下 复习一下就是呢 就是呢,这个PV等于NRT 诶,老师,这是什么? 这就是以前学过吧,你还记得吗? 这是什么?理想其底方程式嘛 如果你还记得,前面去找找看相关的教训影片 就可以找到相关的资讯了 那接下来我老师就要想办法去推出这个东西 那推导过程有点枯燥无聊 但是没关系 我们就慢慢看这个历史是怎么去推出来的 这些科学家是这么厉害的 那要怎么推出这个公式呢 老师要主要利用两个东西 第一个是这个PV等于三分之二NKAV 这个东西去推,还有利用结合这个PV等于NRT去推 好,来,你看老师怎么去推导出这个公式 好,来 第一个,你看一下PV等于三分之二NKAV 我们想办法要把变成KAV在左边,对不对? 所以老师要把这个东西改写一下 老师的目的是把这个KAV放到左手边 所以KAV等于 那你想想看,我这个要放到左手边 所以是不是两边同时乘上3再除以2啊 所以你想想看,这有点像怠数哦 大概就是变成这样哦 那是不是要除以N,对不对? 对啊,然后呢,再乘上什么?PV嘛 这个有没有问题啊,应该是没有问题啊 这就是怠数啦,就是把它重新化减,整理就对了 好,那接下来你看看哦 这里是不是有PV啊 那老师刚才说这个PV是不是等于NRT啊 你把这个NRT带进来 看看会得到什么 那你是不是会得到 好,等于2分之3 然后呢,1分之1,对不对? PV是变成NRT啦 那你就写NRT 好,N是这个分子莫尔数嘛 你还记得吧 好,然后呢 我再把它做一个简单的这个收链改写 好,就变成什么? 我把N放在上面,对不对? 然后把这NR放到上面来 好,然后把T放到右手边 这只是换个方式写,对不对? 然后呢,接下来我们来看这个小N除以大N这一块 这一块啊,你有没有想回想起一些很熟悉的感觉啊? 如果没有,老师来帮助你回想一下哈 你想想看哦,老师之前在前面的教训影片 有讲到一个东西叫做亚佛加绝常数 NA,你还记得吗? 不记得了,不记得了,你赶快回去找 在老师这个好像教学影片在讲一支五的时候 好像第八段教学影片里面有讲到哦 天龙八部,第八部 你去找看,里面有稍微讲到亚佛加绝常数 那时候我们说了什么啊? 我们说这个亚佛加绝常数NA啊 不是,这个大A啊,就是那个亚佛加绝的意思啊,缩写 他说这个NA啊,是等于多少? 是等于6.02乘上10的多少?23次方 对不对? 那墨尔的负义次方,你还记得吗? 那时候老师有说啊,这个叫做亚佛加绝常数嘛,对不对? 然后小N是什么? 小N是气体的墨尔数,你那时候有提到一个关系哦 就是这个N啊,大N啊,等于小N乘上NA,你还记得吗? 这个大N是什么?大N叫做气体分子数嘛,对不对?分子数 那小N是什么?小N是墨尔数,对不对?墨尔数嘛,有没有? 所以这里就牵扯到,哦,原来这个大N小N之间啊,可以利用这个什么? 亚佛加绝常数,做一个变换,对不对? 你还记得亚佛加绝是什么人? 是意大利人,那时候老师还教你讲意大利话,对不对? 好,那所以你看哦 那你看这个关系,我们就利用这个关系 去怎么样?去应用到这边来 好,我们看怎么写啊 来,二分之三 小N除以大N是等于多少? 小N除以大N,也就是我要把这个大N除过来 这个NA,亚佛加绝常数放到左手边,对不对? 所以小N除以大N是不是变成 NA啊,NA分子一,对不对? 那这个R还是在上面啊 有没有,这个T在右手边 对不对?